日前,陈浩铭和李若彤一同参加活动的照片引起热议 留着性感小胡子的他,另一部少网友大呼变化太大认不出 甚至还有人怀疑其整容,脸看起来好怪啊 陈浩铭近照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 17日凌晨,陈浩铭晒出和老婆蒋丽莎的合影回应此事 哇,这么多阅读量,陈浩铭近照不是靠颜值吃饭的我 居然靠脸上了热搜榜第一位 下次大家见到我,努力使劲的优美颜效果吧 网友纷纷留言,但我还是要说一句,刮真人真的真的比视频照片啥的帅一亿倍 近距离看刮真的整个人都在发光,是无关肤色的那种光芒 年轻时的颜值确实吊打一片 前段时间,陈浩铭曾公开表示自己打过整容针 为了简文注射肉毒杆菌针峰额 注射肉毒杆菌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微整形 陈浩铭表示因为自己一直有高低眉 所以他才借助外力来帮助自己改善 接着陈浩铭还笑颜,现在医学美容很流行 打真注射肉毒杆菌只是小儿科